灵池是古代很残酷的刑罚,被处死之人要先受尽千刀万把痛苦之后才会毙命。 多数被当时的朝廷,又在十月不赦之辈身上。 在清朝,第一个被灵池处死的,竟然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嫡女,三公主芒古纪。 芒古纪,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三个女儿,她的母亲滚带,曾是努尔哈赤的大妃,相当于皇后。 但是,在女人毫无地位的后期时期,努尔哈赤的女儿都是用来联姻了工具,芒古纪十一岁时就被嫁到了哈达布,此后被称为哈达公主。 嫁到哈达布的芒古纪,其实向努尔哈赤汇报哈达布真实的情况,而努尔哈赤,也是充分利用了芒古纪的情报,一举吞并了处于动乱的哈达布。 芒古纪失去她第一个丈夫的同时,也失去了母亲滚带。 因滚带得罪了努尔哈赤,被努尔哈赤降罪说远,芒古纪的亲哥哥怕受到牵连,亲手杀死了母亲。 从此,芒古纪和哥哥芒古尔泰是如水火。 在努尔哈赤去世后,皇太极登上了皇位,挂居的芒古纪,又被皇太极嫁给了前来投奔的蒙古部落首领索诺木杜林。 原来属于哈达布的草原,也被赐给了妻妾成群的索诺木杜林。 皇太极为了巩固皇权,不只拉拢蒙古人,还费尽心机除掉了对皇权有威胁的芒古纪的亲兄弟芒古尔泰和德格类。 而芒古纪的加奴冷僧机,也在皇太极的受益指使下,告发芒古纪曾和兄弟结党谋命。 此时,芒古纪的第二个丈夫,也站出来指认芒古纪,就此,芒古纪被同父一母哥哥皇太极,以毛逆罪灵池处死。 芒古纪的丈夫被父亲所杀,母亲被哥哥所杀,自己被弟弟所杀,她是历史上最凄惨的公主。